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高通从不掩饰自己进军PC行业的雄心,早在2016年,就尝试把骁龙835带入PC笔电,并打造了始终连接PC的概念。 2018年,高通打造了全新的骁龙8CX系列运算平台,历经三代演化。虽然没有拿到足够多的产品和市场,但也奠定了相当的基础。 高通骁龙峰会2023,除了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骁龙8 Gen3,当然也同步带来了全新的PC运算平台,命名升级为骁龙X系列,首发旗舰型号骁龙X Elite。 此次发布的全新骁龙X Elite,采用了和骁龙8 Gen3同款的台积电4奈米制造工艺。 CPU核心首发基于高通历史多年全新自研的Nuvia构架的Orion内核,这些核心是由高通于2021年斥资14亿美元收购的Nuvia团队开发的。 未来还将陆续用于智慧型手机、汽车、XR混合现实等领域。 骁龙X Elite集成,不达12个高效能核心,主频一律都能跑到3.8G,单核、双核加速频率可以达到4.3G。 同时集成了自家的Adreno GPU和Hexagon NPU。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,骁龙X Elite的效能表现远超英特尔13代酷睿i7处理器及苹果M2处理器,并且还支援生成式AI。 虽然频率上美法和英特尔、AMD行动平台相媲美,也没有说具体功耗,但盛载能效更高,而且进行了深度优化,可以根据不同的负载调动最合适的核心数量。 同时,它集成了总计42兆容量的快据。 记忆体支援LPDDR5X8533M,8个通道,最高频宽136G每秒,最大容量64G。 存储支援PCIe 4.0 NVMe SSD,UFS4.0,SD3.0扩展卡。 按照高通的说法,在单核效能方面,骁龙X-Elite可以领先苹果M2Max接近14%,但是功耗低30%,而对比英特尔旗舰级库睿i9-13980HX,效能领先大约1%,功耗却低了足足70%。 多核效能方面,骁龙X-Elite可以领先苹果M250%之多。 在Deekbench测试中,苹果M2的多核得分为9876,这意味着X-Elite应该能够得到14814的得分。 这也意味着其与苹果更强大的M2Pro处理器的多核效能不向上下。 另外,领先英特尔14核心高效能标压版的库睿i7-13800H60,功耗低65%,领先英特尔12核心的低功耗版i7-1360P2倍之多,功耗却低了68%。 当然,这种纸面对比大家见多了,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下的数据,真正表现还有待观察。 Adreno GPU按照惯例没有公布具体核心数、频率,只说支援DX12,算力达4.6T每秒S,承诺会不断升级驱动。 内部显示输出,支援1DP1.4,最高解析度4K,最高更新率120Hz,还有HD20。 外界显示输出支援DP1.4,最多三台UHD4K60或者两台5K60。 Adreno VPU影片编码支援4K60的10bitH264,H265,AV1,并发可以两条4K30。 影片编码支援4K120的10bitH264,H265,VP9,AV1,并发可以多条4K60。 根据官方数据,骁龙X-Elite GPU对比AMD锐龙97940HS内集成的Rideon 780M,也就是迄今最强悍的核显,效能领先多达80%,功耗却低了80%. 对比英特尔库瑞i7-13800H的核显,效能更是两倍的碾压优势,功耗又低了74%。 即便是CPU的多线程效能,骁龙X-Elite也要高出60%,峰值功耗降低65%,同时在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,骁龙X-Elite在单线程、CPU效能方面也能够超越它。 AI自然必不可少。 AMD、英特尔都在打造,AIPC、高通骁龙X-Elite则集成了独有的来自行动平台的AI引擎。 整体架构技术也和骁龙8 Gen3非常相似,总算力最高75TOPS,可以在本地处理130亿参数大模型。 在运行较小的70亿参数大型语言模型时,端侧生成是AI处理能力每秒30Token。 其中,Hexagon NPU的设计如出一辙,峰值算力45TOPS,也支援IN4整数格式, 号称张量加速器效能提速2.5倍,共享记忆体容量增大2倍。 感测器中枢做了大大简化,微型NPU始终开启ISP都从两个减少为一个, 但对比上代依然有两倍的峰值,AI效能,以及多一半的记忆体。 对比2017年的高通初代,AI引擎效能已经提升了足足100倍,令人惊叹。 镜头支援在PC处理器中,首个集成始终感知ISP,支援单个6400万画素或者两个3600万画素, 影片捕捉支援4K HDR。 USB接口支援到USB4,可提供三个USB4,两个USB3.2 Gen2,一个eUSB2。 其他体验方面,集成Snapdragon X655G数据集, 速率高达10G,支援WiFi7,低功耗蓝牙5.4,沉浸式无损音讯,微软Pluton全记忆体加密, ZeroTest等安全技术,Windows Android无缝转移协作,等等。 总体来看,消融X-Delete不仅效能强大,功耗也远低于竞品。 官方资料显示,这款专为各种PC设计的晶片,最大可配置热设计功率TDP为50W。 相比传统的效能相近的PC,功耗仅只有三分之一,这也意味着其续航能力将有望提升两倍。 由于消融X-Delete还提供了对于生成式AI能力的支援,它采用行业领先的Qualcomm AI引擎, 基于Hexagon NPU构建,能够实现45TOP的效能。 这使得消融X-Delete能够在行动装置上运行包含多达130亿个参数的生成式,AI大语言模型。 此外,消融X-Delete集成的智慧感测机内部,也装有更新的V型NPU,可处理登录体验,安全和隐私等事物。 Qualcomm AI引擎还支援Windows Studio FX以及其他AI加速应用程式。 据介绍,搭载消融X-Delete的PC产品,预计将于2024年年中由领先的OEM厂商推出基于消融X-Delete的笔电产品。 合作品牌包括联想、惠普、微软。 高通还透露,Orian CPU核心未来将出现在更广泛的消融处理器系列中,消融行动平台也将于明年采用Orian CPU内核。 由此可见,苹果与英特尔的领先优势正在被高通全面侵蚀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 谢谢。 谢谢。